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1年11月的那一夜 寒风瑟瑟 她与老主子康熙君臣同坐 见证这位英明神武的君主走完最后一程 次日清晨 新君雍正登基 赵昌也在众目睽睽下走上了断头台 他是什么人 又发生了什么 为何悲剧命运就此开启 让人不禁唏嘘至深 1722年的冬日 满洲正值严寒 这一年 清朝第五位皇帝康熙患病在畅春元驾崩 享年68岁 其子印针于次日登基为帝 视为雍正 而紧随其后的则是康熙心腹赵昌被斩杀一事 震惊朝延 赵昌正是雍正口中的罪人 这位新帝刚毅登基 便识口断言赵昌三宗罪孽深重 唯有斩绝方可警示天下 树立自身威信 赵昌 一个跟随康熙六十年之久的心腹太监到底犯下何错 竟遭如此凄惨下场 为了解开这个一团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赵昌的生平 赵昌本是宫廷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太监 清朝康熙年间 还是少年的他便被分配到康熙身边服侍 这一分配 竟成就他日后步步高升的契机 康熙天性聪颖 自小好读书 又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 赵昌深谙主人之幸 于是极尽所能取悦这位年轻活泼的皇帝 他既要充当康熙的读书先生 又要满足后者的奇思妙念 有一次 刚入宫的西洋火枪 激起了康熙的浓厚兴趣 赵昌连夜找来能功巧匠 花仲金定制了一把枪身镶嵌满宝石的火枪 送到康熙岸前 那精美绝伦的火枪 让康熙高兴不已 连连夸奖赵昌用心 自此 赵昌在康熙心中 地位日益提高 随着康熙继位 赵昌更是步步高升 忠于晋升至大内总管之职 这可谓是后宫最高权力中心 几乎控制了整个禁卫军 为何一个威莫太监 能获得皇帝如此厚爱 原因在于 赵昌不仅会顺心应对 更精准捕捉康熙的喜好偏好 然后全力以赴地完成 他几乎成了一个圣旨之心机 将康熙的所有想法化为现实 这令康熙极为欣慰 如此优渥的官场处境 本该是永无止境 奈何好景不长 日子一长 康熙步入中期 储君问题浮出水面 皇太子应仍或是缠身 将来难以拖大 在康熙的多次容忍下 太子应仍仍然无法痛改前非 最终被废去储君之位 这让众皇子重新燃起希望 四皇子应真和三皇子应旨成为最大的竞争者 彼此暗中拉拢朝臣结党营私 水火不容 眼看兄弟细强升级 康熙心中忧虑难平 他生怕皇室内部不睦 影响国家设计大计 因而吩咐赵昌暗中调遣心腹 监视诸皇子的一举一动 时刻掌握局势主动权 赵昌克尊圣旨 立刻行动部署人手 确保各皇子在其掌控之下 这一行为 却引起了四皇子应真的强烈不满 身为储君竞争者 他感到钳制和限制极大 认为赵昌想尽方法软禁自己 目的在于夺取皇位机会 三皇子应直也对赵昌的监视十分不悦 但他性情温和内敛 并未表现出来 唯有应真心中怨气滔天 却无处说理 只能深深埋藏 等待时机到来 太子废除后 赵昌也深感老主子的隐忧 他清楚 就算康熙万般不舍 也无法再给予应人翻身的机会 皇室浩劫已成定局 唯有接受这结果 赵昌于心不忍 便想通过私下与废太子之子洪熙搭桥引路 劝说洪熙代为赶化其父忏悔痛感 以换得康熙最后宽恕 这举动单纯出于一片苦长孤怨 可惜事与愿违 雍正登基后 以此断言 这是赵昌结党淫私 意图复辟应人 控制朝局的阴谋诡计 根本不容辩解 赵昌哑口无言 解释的机会也仅有一瞬 很快便被雍正摒弃在脑后 其实 雍正本能地将赵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因为后者与老主子走得太近 对新帝构成心理威胁 这份猜忌从登基之初就存在 也注定会把赵昌推向绝路 身为大内总管 赵昌多少沾染上特权思想 他曾私自从国库中取用五千两白银 自以为这点小事不会引人注目 殊不知 他的一举一动早在康熙和雍正监视之下 这事发生时 康熙还端坐江山 作为皇帝 他清楚赵昌的行径 但因念及后者多年侍奉之劳 尽此结果 奈何好景不长 雍正登基后 第一件事就是将这事翻出 与其他罪名相提并论 让赵昌无处可逃 原本 雍正是不愿处死赵昌的 他更希望利用赵昌控制后宫 以平定初期权力交替的动荡 只是赵昌无法释怀应征登基的事实 态度的微辞 让雍正看清 他的忠诚难以收买 无奈之下 雍正只能舍弃他这个 令自己不省心的隐患 雍正还认为 就算赦免了赵昌 后者对自己也必然怀恨在心 一旦有机会 赵昌定会尝试推翻自己 改立心仪的皇子为帝 考量后雍正选择 直接将赵昌斩草出根 全力交替 向来伴随赃乱凶猛的政治交易 新军登基之初 为树立自身威信 总要找到同道中人 先斩后奏 以警校游 赵昌就是雍正登基后 第一个被牺牲的忠臣 雍正之所以急于杀掉赵昌 还因为后者掌握皇宫禁军 这股势力 若为赵昌所用 足以威胁雍正的地位 于是巩固政权 成为雍正首要任务 而斩除赵昌 则是稳固地位的关键一环 正所谓 生在乱世 难全身而退 赵昌服务老主子六十载 却在新军登基后 无情斩杀 他的身死 为雍正登基铺平道路 成就后者再位初期的锦绣和山 但他自己却无从选 则 只能成为这场政治交易中的牺牲品 正如历史学家郭廷仪所言 每逢政权交替之际 总有些忠臣被牺牲 成为下一代君主铲除一己 树立威信的垫脚石 他们的悲剧 不仅是道德的悲剧 更是政治的悲剧 此时此刻 处心积虑 侍奉康熙六十年之久的赵昌 就此毕命于断头台下 他生前功高震主 却因一己之失 导致焉之非福 换个角度看 他也算是堪称忠臣 只是站的位置太高 历史洪流无情地将他淹没 正所谓 朝代一主 中间标准转眼即逝 赵昌死时 已过花甲之年 整个宫廷生涯 始终跟随康熙左右 他亲历康熙 从懵懂少年 到英明圣主的成长历程 也见证自己 由威莫小太监 成长为总管 这六十年来 他一心侍奉康熙 两人以非主仆 更如至交之己 他几乎融入康熙的精神世界 成为后者麾下最得力的幕僚 运筹帷幄之中 自有他的力量 这是他引以为豪的宫廷生涯 而他对皇位继承人的态度 也只是效仿康熙而已 老主子希望诸皇子和睦相处 他便尽心竭力 老主子念念不忘废太子 他也助其一臂之力 任何举动 都不过是带康熙分忧而已 直到雍正即位 赵昌才恍然发现 自己六十年来的忠心 不是所有人都领情的 他没想到 自己纯粹一片的孤注一掷 换来的却是杀身之祸 雍正登基那天 赵昌跪在街前 听他宣判自己的三宗罪状 当斩刀悬在头顶之时 他才终于明白那句君王面前 无视焦的真谛 他额头底刀锋 以无丝毫不甘 只剩无尽唏嘘 原来他付出的忠诚 与这个继任者而言 不值一提 赵昌斩首之后 雍正还发布上誉 命人抄家搜刮 其子女家小姨并化入官府收监 这无疑是雍正进一步 巩固地位的手段 也让赵昌无言面对地下的老主子 赵昌生前最引以为傲的 就是自己几乎参与其中 见证康熙一手缔造的康雍前盛事 如今儿孙伦为官毕 无疑是雍正给他的最大嘲讽 这结果也成全了雍正首创 殉政要则 其中明令禁止公母干政的第36条 赵昌死后 康熙心腹势力一扫而光 标志着雍正皇帝正式掌控大局 有人说这是新君必经之路 我们却不禁为赵昌之死 和他后人的命运感叹惋惜 他们是这场无情政治交易中的最大受害者 正如康熙一照中所说 朕所以重用赵昌者 久矣 望尔等高官 士臣 没以温良待之 无作非理 与其中透出的那点关怀 更是历史的残酷讽刺 于新君而言 忠诚永远建立在利益交易之上 赵昌忠于康熙 于雍正则被视为一己 他忠心侍奉 于雍正却成结党因私 如此反转黑白 正是新朝初期 斩钟爱的真实写照 此时此刻 我们才明白那句君王面前无视焦的真谛 皇权从来都高于一切情谊 而历史的转换 同样让人深感唏嘘 同一件事 在康熙时代是忠诚 到了雍正手中 却成罪孽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